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成长企业论 2021粤港澳大湾区 邓林企业大型系列专题报道 正在进行 我们的方式就是说 水进去 冷水进去 开水直接出来 传统的可能就是 它装好一桶水 然后需要把发热的东西放在里面 跟水接触 它可能是三分钟 五分钟 我们是三秒内就可以出开水 东莞市东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泽兴 拿着企业自主研发的 不锈钢厚膜电热管介绍 由该技术所研发的产品 已经广泛应用于 开水机 热水器 洗碗机等行业 东斯电子涉足的是新材料产业 这是广东重点培育发展的 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之一 对于中小型创新企业来说 技术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后膜技术刚才说了 我们是生产特殊的电阻 我们基本上能控制在膜后的正负 一个米左右 这个精度是比较高的 国内同行又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从东莞目前认定的 邓灵企业名单不难看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 占据多数 这也得益于近年东莞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布局 在东莞市锐琴电子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里 自动化机械手一刻不停地 执行着各项高精准工艺 员工则站在电子屏幕前 监测着工作进度 整个车间高效运转着 作为国内电声源器件 研发制造的领先企业 2017年锐琴电子建立了 硅微麦克风 MEMS封装线 及实验室配套 随后成功进入国内外 众多电子通讯巨头的 供应商行列 人工智能 也被明确为 锐琴电子重点深耕领域 日前印发的广东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点名了东莞十九个重点产业 涵盖了九个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 十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并且东莞被设定为 新一代电子信息 现代轻工纺织 软件与信息服务 前沿新材料 新能源等产业集群布局的 核心城市 对于培育发展产业集群的 现实意义 东莞松山智能机器人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水灵 同样感触颇深 黄水灵所说的基地 正是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 目前该基地已经成为东莞市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创业的新标杆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强大的导师资源 如果团队他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我们导师都可以给他解决的 另外呢 我们在供应链资源 也是我们的一块特色 所以我们就把合作过的近200家 比较优质的供应商放到我们的资源库里面 并且以整个基地打包谈了一个合适的价格 团队想要什么供应商就直接 从我们资源库里面挑选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给他们节约了很多时间跟金钱成本 东莞市科技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东莞全市建有118家科技企业孵化器 孵化面积207.8万平方米 在夫企业约3709家 此外 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引导诸多资源要素 向优质邓灵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等优质企业汇聚 让高成长企业焕发出强大活力 东莞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礼包 例如 东莞对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构建了全方位政策体系 包括对或国家小巨人认定的企业 一次性奖励50万元 政府给予一定的资源和支持 和一定的辅导引导 这样的一个 所以说 直接登令企业 最直接的就是说 我们研发的一个补贴 直接是给你研发投入进行一个补贴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抓住了它一个核心的点 比如说人才上 也会有一些解决的措施 比如说企业人才的子女就学啊 就医啊 包括一些个税的一些优惠啊 截至2020年底 东莞全市专精特新企业 总数达到152家 企业总数三年增长了于3.6倍 在东莞未来的创新发展中 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和创新载体 将为邓灵企业成长 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 而众多科技型企业 会在阳光雨露的呵护 及浇灌下 成长为繁茂的树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讨厌